大家好 今天去了南昌公園 楓凌木的聖地 楓凌木也有些開了 可以逛一逛 不過不是全部玩 然後去了泰和龍區 那邊這個櫻花也開了 首先今天去了南昌公園 南昌公園今天天陰 有些地方是落著雨 有些地方其實香港雖然很小 但是局部性的爪雨或微雨都有點不同 可能新界西就落著雨 新界北就沒有雨 或者九龍呢 其實就可能少少的 那你會見到今天的楓凌木 就真的有少少 不是露水來的 這些應該是小雨點 那我看到上面有很多一些露珠兒 一些水珠 那其實另一個美太 那之前看的應該是楊紅 那這隻應該是粉紅或者紫花楓 那它就偏淡一點點的 那看到有些都落了 一束一個花球 十幾朵花造成 那其實我首先就走到最入 跟著再從裡面拍出來的 那在最尾那邊 那就是最尾那邊 其實都是這些紫花楓桃花 或者陽紅的楓桃花 但是呢它們的花呢 其實就差不多尾聲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紫花楓桃木呢 其實你還可以去楓桃花楓那邊 那有樣好呢 就算下雨呢 你都可以找個位置避一避 那見到那些 好像很新鮮 那幸好那些軟呢就不是說很大 那如果大一點點呢 其實就 下花呢就更加多 那你不用試意就上花了 那幸好那些細一點 還有這個楓桃木呢 都比較大一點 所以那個影響呢 就反而不算說很大 反而有另一個美太呢 就在這個 雨水雨下 那去到的時候呢 其實就 其實就 幾好就沒什麼點落 可能有一點點雨粉而已 然後都 偏向 天晴 天晴 那些就楊紅 那有些呢 就都比較矮一點 那你高一點點手呢 都可以拍到 拍到一個 今天的雨運 就是那些風呢 真的很風力 哇 比較大一點點 雖然是冬的 外面其實也有很多雀鳥 不要說是蜂苓木 就算這些琴葉山湖這麼小 其實見到整棵都是水 好像沖洗澡一樣 又不抹身 公園其實也有很多雀鳥 但是它就分散少少 有些雀鳥有幾坡就開得好些 有些雀鳥都算好些 似乎機場那邊應該開得比較早和漂亮 天水圍那邊更加OK 那三坡簡直是這個 叫做很漂亮 那這裏呢 對了 就有些位置你走一走 但是呢 就不會說很盛 這個黃花風荷木林 樹林呢 給你拍的 那有時候呢 你走一些角度呢 就可以拍到一些多些花 有些天氣和你的時間呢 都未必走到的 可以有些時間去走一走 那都OK 那看見到很多地區 如果你樓下附近呢 有些風荷木呢 可能其實都開了 那你必走出去很遠的 那你可以 樓下那些都有一兩坡 開得漂亮呢 那這個學觀性都比較多一點 那特別是在陰陰沉沉 那那在黃色呢 就真的好奪木 那這棵大紅花呢 都是水 那比較少拍一些 在燒雨點下的風荷木 那通常我這些朋友都說 如果下得大雨呢 就真的不用去拍的 那如果你真的下雨的話呢 那些特別小的花呢 就真的不需要再去看 因為那些小的花影響就大一點 那這些花大一點 它的支撐力呢 就有好一點 那綠色襯托下呢 其實也都比較突出的 那有些小的都在吃東西的 那些大一點 但是可能比較大風 它吃多兩口呢 就飛走了 那個位置都挺吃風的 就飛進了一些 蟲鴨間呢 比較密一點的 拍樹一邊 那藍窗風荷木呢 就有些小的 那藍窗風荷木呢 就有些小的 那藍窗風荷木呢 那藍窗風荷木呢 就都可以拍攝的 但是呢 就不要要奇說很好 那都是可以的 三四坡呢 開得比較好一點 那這麼陰暗的天氣呢 或者是下雨呢 那你就不要想著有些小蜜蜂出現 那麥蜂呢 其實都可以 躲起來 那麼蝴蝶會更加猛嗎 或者在地上的照片 都有人會看到他們 反而小鳥見面就未必多 但聲音就多一點 之後我去了大埔龍虛後面的停車場 即是加油站的油站的後面 因為去年差不多三月多 看到這裡有鷹花 還要開得鬼火這麼漂亮 這一棵品種應該是台灣山鷹的配植品種 但它的顏色會淺一點 這些就是台灣山鷹 比較紅一點 那裏有兩棵或三棵 最搞笑的是後面 連蝠牆都做了日本的鷹花圖 這些鷹花圖的顏色偏紅一點 近追出的角度比較白一點 不過下雨對它的影響很大 你看到有些花圖 有些花圖就比較好一點 我看它應該都開了沒多久 大家有時間可以逛一逛 但如果你在這裡 最好找一些長一點的鏡頭 這兩棵應該都落地生根 看到有些少少葉 它的樣子其實都有點像廣州鷹 或者這個最近那個叫什麼 好雲萊 都有點接近那種款 因為其實只有那種款 在香港這些這麼久的品種 或者台灣山鷹 如果其他品種 可能都是新種才有 在溫室裏面拿出來 就是第一針就會有 第二年你都不想不要想 因為這個始終下雨都有一些影響 那我拍的其實已經 拍的比較好一點 不算說很密的 但是呢 都 經過呢都可以走一走 因為都幾近火車站 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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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